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很多人感到颇为意外的是 这两个榜单的第一名居然是同一个人 他就是马克思 我想这些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 准确的说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 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 马斯生活在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 维多利亚女王是19世纪英国的君主 在他的统治时期 英国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 国力达到了鼎盛 成为了一个日不落帝国 于是人们就不禁会问 一百多年过去了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早已是昨日惶惶 那么 马克思还没有过时吗 或者换一种问法 也就是说 在今天 在21世纪的今天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 这是因为马克思已经改变 而且正在继续改变我们这个世界 马克思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他不仅是这么说的 更是这么做的 作为一个革命家 马克思的毕生使命 就是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 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 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事实上 流亡到英国以后 马克思有意识地减少了自己的政治活动 革命活动 但是我们看到 在他的思想的指引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欧的无产阶级政党 不断地发展壮大 日益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1917年4月16日深夜 当时流亡国外的聂宁 乘火车悄悄抵达圣彼得堡的芬兰车站 半年后的11月7日 也就是俄历的10月25日 聂宁领导下的布尔社会党 发动武装起义 在震撼世界的十天里 建立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由马斯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 今天苏联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谁能够否认 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 及其面貌 已经因为十月革命和苏联发生了重大改变呢 毛主席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年龄主义 当时正在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人 有了一个前进的灯塔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国人在前进的道路上 则有了一个真正的祝心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则成为了国家社会 以及自己命运的主人 实现了像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 我们看到65年来 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最重要的是 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 于是我们看到 国家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 民族一天天走向伟大复兴 2011年初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2010年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 超过了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此之后 全球的经济学家 特别是新闻界 纷纷猜测 猜测什么呢 大家都在猜测 中国何时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我们看到 计算口径不同 那么预测的结果呢 也会有所不同 不过 不管是世界银行预测的2014年 还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预测的2018年 总之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将会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其次 这是因为马克思使 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科学理解成为可能 恩克斯认为 马克思有两个伟大发现 其中第二个 就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并科学揭示了他的运动规律 及其历史名 伊格尔顿 当代英国最重要的文力理论家 他说 就像牛顿发现了看不见的力 即万有引力定律 弗洛伊德 发现了看不见的现象 即潜意识的工作机制一样 马克思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 一个难以察觉的尸体 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当今最重要的主流社会理论家 英国人安东尼基登斯 他说 对于任何试图理解十八世纪以来 横扫整个世界的大规模变迁的人来说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 仍然是一个必要的核心 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奇怪的看到 每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特别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 人们都会不约而同的转向马克思 希望从他这里获得某种教育 因为正是马克思 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 仍然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世界的 最锐利的武器 最后 这是因为马克思已经融入 当代思想的主流 成为一种无法割裂的传统 或者说文化基因 其实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马克思是一个流亡英国的政治流亡者 他的思想被保守派 甚至是民主派竞向排斥 是一种异端的革命思想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他不断地融入当代思想 成为与分析哲学 现象学 结构主义并列的当代二十世纪的四大哲学主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 西方主要是欧美兴起了新左派运动 在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后 马克思及其他的继承人们 也就是后来的一些马斯主义者的思想 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 大距进攻西方学院 成功地改变了当代思想的基因 正因为这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 法国解构主义的大师亚克德里达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也就是在苏联已经解体扣 向世界宣告 他说 全世界的男男女女们 不论愿意与否 甚至知道与否 他们其实也包括我们 今天在某种程度上 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基于上述三点理由 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奇怪地看到 在当今世界一些顶尖大学的推荐书目中间 马克思著作的名字频繁出现 这是因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们意识到 不管你同意与否 赞成与否 喜欢与否 都有必要去阅读了解马克思的著作 本课程的名字叫理解马克思 在未来的六周里 我和我的合作者 周嘉欣副教授 孙乐强副教授 将和大家一起进入马克思的生平和主要著作 一窥其思想的究竟 作为主讲老师 我希望大家通过六周的学习 能够达成以下目标 首先 了解马克思是谁 他的理论目标何在 其次 掌握阅读马克思文本的基本方法 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说 以及他何以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最后但可能也是最主要的事 能够去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 哪些依旧有生命力 哪些已经不再具有生命力 本课程的大致安排如下 在第一讲第二讲中 我将和大家一起走进马克思的生活世界 看看他是如何从一个外省的 普鲁士外省的中产阶级子弟成长 转变为一个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伟大思想家 1844年经济学知识手稿 是马克思在26岁时创作的一部未完成手稿 他长期不为人所知 直到80多年后的1932年才公之于众 随即产生巨大的思想效应 那么1844年经济学知识手稿 究竟是一部怎样的收稿 他为什么能够超越时间的限制 产生那么巨大的当代影响 在第三讲里 周嘉欣副教授将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共产党学院 或许是1789年人权学院发表以后 最重要的单篇政治文献 在二十世纪里 或许只有他的印刷量 可以和圣经一较高下 在第四讲第五讲中 我将和大家共同学习 共产党宣言的形成史 以及他在19世纪 20世纪的不同历史境遇 《资本论》是马克思鼎盛之年 出版的一部代表作 也被称为是 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在第六讲 也是最后一讲中 孙乐强副教授将和大家一起 从当代人的视角 来观察审视资本论 略一领略其 博大精深的思想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